找了一天一夜 终于给我看到了一个看着像是建筑物的地方了 但是你要怎么上去 没事 这次可乐搭了数不清的木头 不会出现baby无奈用乱七八糟的东西搭路的情况了 你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搭过路啊 比如说T&T 这也真狠啊 等等 你为什么会出现带了T&T却没带大路方块的情况啊 嗯 问题不大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 我不小心从山岸那边买了一堆的T&T 结果把大路的方块扔掉吗 可是绝对不会说出去这种丢人的事情的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我们都走 弄个锤子 啊 又要开始漫长的爬墙生涯了 给爬 又满人 没有啊 不是你说要爬的吗 不行 这张丸子太厉害了 我比不过 嘿嘿嘿 你还太年轻啊 我总是有不好的预感 感觉我接下来马上就要站 太转了 哦 屁股好痛哦 为什么随我的怪物一个都那么喜欢偷袭啊 你也不是老喜欢偷袭他们吗 这叫你上网了哎 哦 我懂了 这就先是林偷袭裤子 就你还想偷袭我 省什么 但是我那天往你凳子上放弹簧 你不是中招了吗 靠原来是你放的 哎呦 受到嘴了 哈哈 可让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淡定了 弹簧而已又不是徒丁 靠你还想放徒丁 原本是这么想的 但是感觉徒丁太血腥了 所以就换成弹簧了 反正效果都差不多 你在干嘛 挖木头重新搭呀 你那不是还有将近一组的木板吗 干嘛纠结这么点 而且你也没带斧子 这是要挖到猴年满月 有点道理 那我直接搭了 哎 你又乱砸别人玻璃了 没事 这次是普通的玻璃 不是限量版的 我赔得起 让我看看上面有什么好东西 这是祭坛吗 去查了一下 原来是个奖励箱 吓我一条还以为是BOSS的祭坛呢 只要挖掉就好了 嗯 这类商人就这么有个性的吗 这是箱子里 你卖什么呀 呜呜 是武器箱子 我抢腰了 看看能看出什么好东西 老天保佑别全是子弹啊 如你所愿 全部子弹和投制品 我记得武器好像是开图腾来的 唉 我要拿出来呀 我钱都花完了 不愧是间商 先拿没有的东西骗关你的钱 然后再拿出有用的东西 你就该向玻璃姐学习 他们全部砍死 我的钱啊